大家好我是Paner 白蛋紅包歡迎收看 我要做《球星》第二集 不再多說是Fever 17的故事模式 我們拿回這個系列的名稱直接稱呼它 上一集我們經過了這個Exit Trial 這個類似的一個考核 我的成績是排第三的 都應該足夠出線有餘的 說著他要求我排名頭十位之內 未來還有什麼考驗才能成為一個職業球員 上一集最後就有一個Football Agent 一些經理人公司已經向我招手 叫我想想去聯絡他 我們今集回來看看 我們踏上職業球星之路 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 2016年的July 7月1日 現在是7月1日 應該在旁邊有...哦 現在是7月1日 在香港回歸的日子 我就留在家裡的地球 繼續散牆 我還以為還回到上集的內龍 哇 跑到上門來找 我們這個爺爺阿詹都是以前的球員 這個人就賣了口乖 這個人就賣了口乖 在這裡吹噓阿爺 以前是人民英雄 原來是做設計的 原來是時裝設計的 我的頭號客人 不說話很酷的 這個時候是好看你還是怎樣 不要太酷了 好看你 Taylor 先生 看到你真是好 你可以直接叫我做Michael 你真是教他好了 這個這麼有禮貌的年輕人 我這麼有禮貌的年輕人 你跟他說吧 說說什麼 我已經簽了 我已經立即幫你 我已經有球隊想要我了 已經這麼快 很多年都沒有見過 參加來考核了這麼多人 留意 我幫你找了一些很好的條件 但不要太闖出決定 大球會當然要多付錢 但你沒那麼容易 可以上場踢球 你要時間去比賽才會進步 所以你要想清楚 我們是否真的可以選擇 我們之前一開始就選了 我們最喜愛的球會 咦 我們選了阿仙奴 但是 我們依然進來 還可以選 真的對對 真的對對都向我招手 現在問題 他有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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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陣的機會有多少 你看 這個畫面中間就會見到 每個星期的周身 全部都是大約$6,000上下 最貴的比度 誰比到$7,000這麼多 曼城比到$7,000這麼多 車路士比到$7,100 阿仙奴都是出$6,650 哪個出手 這個Burnie Burnie 又出得... 是你落後大小 Burnie 每個人都出到$6,000 你跟我出... 對 跟我出得$5,900 真是看不起我 不是這麼說的 看 嗯... 哦 他下面有個Match Rating Target 即是我要拿到多少分呢 才有機會是... 譬如下面看到Starting Eleven 即是說 譬如在阿仙奴來說 我就需要踢到8.5分才有機會做正選 想做後備都要有7.5分 但是... 我們上一場 如果拿到助攻的分數就有7.9 但如果沒有助攻平平無奇的情況下 就只有6.5 那怎麼辦 即是說我們選擇大球會的話 就一定要踢得很好才有機會上陣 不然呢 就... 就沒有了 那... 譬如水晶弓或者喉承這些 就5.5分已經有機會做後備了 踢到6.5分就已經有機會做正選 最高要求是變隊 我想8.5分已經是最高要求 說的是曼城、利物浦、曼聯、仙奴這些 全部都是8.5、7.5分就是最高要求 哇... 薩蘭頓都要6.5分才可以做後備 熱刺都算是最高的 最高要求 新特蘭 可惜我現在對英超就不太熟 我又不太熟 咦... 韋斯咸都高 我想看看有沒有哪隊球隊 是... 我有些比較熟悉的球員可以跟他同場作戰 如果我不能在購 Пред 因為我擔心 我很以為角色的能力不太高的時候 And it comes to nurturing young talents Managers don't become much more qualified than Arsenal's Amnelker Henrique Fabregas Wolcott Arsenvenger's list of successes are as long as my arm Not to mention the fact that he's led the Gunners to three premier league titles and six FA Cups Success may have been a bit harder to come by of late 但他們的隊伍都充滿的星星 以及一些興奮新的新人 像Grenet Jacar 別忘了 阿尊爾會成為這季度一名的選手 所以破壞了他們的第一隊 會成為一個大挑戰 有點簡介 剛才說他都稱讚阿雲家 說培育青年球員來說 都沒有任何領隊有阿雲家做得那麼多 說了一些 亨利 以前的法比加斯 甚至不知道 好像有沒有提到法比加斯 我都不怕他提到哪幾個 但是要在這些大球會爭取正選位置就有點困難 我不是很想 我不會選入萬聯的 我不喜歡摩連盧 這個叫做高普教練 我看在利物浦有時候領隊都挺搞笑的 如果要進入最高要求的球隊 我可以進入利物浦不如先進去 好 問題就是我們是不是應該選擇一些 比較容易拿到正選機會 然後將來才轉會 過去會不會好一點呢 給一點時間再看看球隊 或者先聽一聽他們的介紹 比如說聽利物浦的介紹 英國足球是沉醉的巨人 一 couple of seasons ago they lost their talismans Steven Gerrard and Louis Suarez so they're looking for a new hero to help them back to their glory years from the 70s and 80s back then they were pretty much unstoppable their squad's got a good mix of young players and experience and their manager Jurgen Klopp has a proven track record of turning young players into stars word of warning you might find yourself on the bench as much as on the pitch with all the attacking players they've got especially now they've signed Sadio Mane and Jorginho Vinaldin 真是挺新的 有些今季簽了Mane 都是今季才是利物浦的 他們都有提到 都是這樣說 70-80年代就很威風的利物浦 但近年成績就沒有特別的結作 但都是啦 在大球會爭取正選直位也挺難的 我其實都挺喜歡修咸頓的 在說這隊球 十多二十年前有拿鐵絲的年代 一個很有技術的中前場球員 聽聽SALM的說什麼 Teners keep getting better each season even though they keep selling the top players that's testament to the youth development setup they've got over there which could work in your favor Saints fans will be hoping new manager Claude Puwelle can keep the momentum going 而你會有很大的機會在自己的隊伍當中 如果你可以印象他 這些細球會果然是介紹都短一點 不過都有提供說 薩林頓都挺神奇的 連年都把最好的球員賣走 但仍然成績都有進步 都留在英超好多年了 這個教練都有培育新球員都不錯 你對對都讚賀培育新球員好的 我看看有沒有那隊 其實說他們是沒有培育新球員 大家可以以為去年要降班 但都可以由中游的成績到完結了球季的成績 上一季的成績 所以我會不會是這個球隊需要的新血呢? 李斯特成 和他們的隊伍很大 你會有一個很大的機會 嗯...李斯特成是一個有趣的選擇 因為他們在前一季就要差不多互吸 但上一季就跑去捧英超冠軍 這個奇蹟都很難再發生 今季他們的成績都不太好 因為其中一些最重要的防守中場 有一個法國的黑人 現在叫什麼名字 Konti還是什麼呢? K字頭那個 賣走了 所以他們的球隊有少少跟上季都比不上 沒得比較 但是他們今年有得踢歐洲賽 而且他們那個人腳不算最多 即不是說很大隊伍 人腳比較少的情況下 會不會比較容易 而且他們這隊都算中游 也不算要拿到7.5分才可以做 6.5分我覺得我可以做到 即是 爭到後備位置應該很有可能的 而且我也很想跟Dreamwater Dreamwater的人名來的 喝水 還有華Dee的前鋒叫Vadi 和華Dee同場獻技都很不錯 不如試一下李斯特成 在雲尼亞領隊大領之下 我們應該沒什麼機會聽到 都很奇怪的 意大利口音的英文 對了 那又 還是加入朗奴高文 朗奴高文 以前是一個荷蘭的國腳 聽完 華Dee有什麼說 先說 好像曾經總過FA級 以前都有9個名字 但可能是一些FA級 即是 竹種杯 聯賽杯 那些東西 就不是非常大的 英超冠軍 那樣 沒有什麼特別提到 他的清份計劃 我也有少少對韋詩鹹有興趣 因為有Piets在 這裏 韋詩鹹 上季其實我看他的球 就 有前沒有後 那些後防 經常都塞了一些 大義球 但我們的位置好像是進攻中場 競爭都很激烈 而且我最傷害 我對球隊就不是非常熟 我不知道哪一隊有一個 進攻中場的位置比較弱 我們可以 可以 幫助他 或者我應該選一些有勁前鋒的球隊 然後 因為如果阿仙奴 你說要爭 進攻中場 或者中場的位置 跟競爭對手 奧斯爾 聖地卡蘇拉 甚至是 阿力斯 山齊士 和國特 他們爭 都很困難 要拿到7.5分 去爭 8.5分 我覺得真的有點困難 那不如我們嘗試一下 李斯特成先 好不好 不要說我當頭號 去年捧了冠軍 今屆就加入這隊球隊 說的是我想和華迪合作 因為華迪是前鋒 華迪應該是 但我經常都覺得是華迪 有他在這裏 我們給他一些直線 應該跑得快 埋門也不錯 應該有些作為 好了 我們遲些 我不知道這個 有沒有機會轉會 我覺得我們遲些有機會轉會 但一開始實在 我覺得我又不需要選到這些 6.5分已經可以拿到正選 因為我怕這些球隊 其他的球員能力不太厲害 但水晶好像有阿Bentucky過了 都是一個很厲害的前鋒 我們可能 我們稍微向高處望一點 不要想著靠個 我們希望拿到7.5分 來長長的表現 奠定我們正選的位置 好嗎 還是選一隊弱一點 讓我可以容易一點 有正選 我們踢球的機會 一來進步會大一點 二來又會 我們可以展示我踢球的機會 多一點 不然整個場都在這裏 就沒什麼好做 我們可不可以看到 那隊球裡面有什麼球員 其實 好 我們儘管進入李斯特城 因為李斯特城有歐洲賽要踢 他應該需要 比其他正選球員 休息的機會都多一點 我們作為一個新人後備上陣 或者甚至是一些 國內比較容易一點的賽事 上陣的機會可能都會大一點 這個決定都很重 大家不要怪我 我花了這麼多時間在這裏做選 你想想想 如果你真的一個年輕球員的話 第一次去簽一個球隊 是多麼重要 好像NBA的新人 選入哪個球隊 真的很影響你那個職業生涯 我覺得 好 我們看高一點 有6400元 人工 人工都不是最重要 錢不知道可以拿來做什麼 買好衣服 你看到右邊還有一些bonus 入球呢 在利物浦入球有400元 但這裏只有250元的獎金 哇 阿仙奴入球有600元 出得起錢 哇 阿仙奴入球是 最... 對了 阿仙奴入球是最大的bonus 竟然是整個英超 是不是真的 對 大踢進攻足球 真的 好 我們進去 你才能成功 好了 做好決定 我幫你處理文件去 阿里克斯 你應得的 這個是 很重要的一天 看看 有很多辛苦的工作要做 世界會知道 Hunter家是可以做些什麼的 好 我們很酷的說 這就是剛剛開始 前路還要加倍努力 非常正面的態度 好 阿仙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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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仙奴都加入這隊 這就是故事所需 其實他一定會跟我選同一隊球隊 好了 我們在倫敦嗎 你也不太知道 李斯力成在倫敦嗎 我其實不太知道李斯力成在哪 看看 有10個新的社交 這些 推特 好像推特 說的 先按進去 阿媽說 引以為榮 我知道 你一定會做得很好的 幫助球隊 在去年 再重建起來 上來 Michael Taylor 就說 很令人興奮的 新籤的 阿力斯Hunter 什麼 Real Gears Walker 誰是Real Gears Walker 阿加利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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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朋友 他的用戶名 是Real Gears Walker 可能是 好了 他說 我相信 李斯特城 今年一定有 歐 都 甚至於去年 成功 很難的 去年他們捧了一杯 今年怎麼可以超越 捧了歐聯 這樣 其他這些 足球評論員 就說 不太相信 李斯特城 就算 簽了 簽了 新人 好像阿力斯Hunter 和阿加利夫 阿加利夫 重複去年的好成績 他覺得 需要再簽多些 大名的球員 對了 對於阿力斯 跟阿加利夫 他們今天簽了 這個 職業足球合約 跟李斯特城 那一件大日子 媽媽就繼續說 簽了 李斯特城 阿仔 阿爺 就 和我都 對 很驕傲 為你爺 這個 Manshin 又是 足球評論員 李斯特城 簽了 亨達 和 和阿加 他們兩個 會不會是 成為 英超聯的 一個 觸目 新星呢 那 Gareth 就說 我們在考核那天 就顯示到 他們 球隊 正是需要我們這些 人才 所以就簽我們 這樣 這個很串嘴的 另一個球員 Danny Williams OK 他說 有謠善 他說 你會得到 人和你簽約 他下面那個 什麼叫 Philipan Trophist 他說那個 Hashtag 不知道為什麼 塗字典才知道 這個之前 Exit Trial 那些東西 我們已經 說了 OK 那這邊 Trending 是什麼 Trending 就是熱門的新消息 就說 William in the starting line up another great great season 這個William 不是 這個William 不是又是簽了李斯特成 所以 沒理由我們三個都進入 李斯特成 對了 他正是說 我和Gareth 簽了進去 等一下 還可以打橫掃過去 問題就是 李斯特成 可不可以重演上季 聯賽這麼好的成績 這個又另一個 Team can only improve their prepare the world harder than the rifle 一個球隊成功的話 一定要準備好 讓他們的對手更加努力 OK Dex Kelly 年輕球員 Alex Hunter 和Gareth Walker 簽了這隻勝 OK 大家都知道 又簽了簽過 粉絲問他們 不是啊 粉絲就不太開心 粉絲說 喂 簽了新人 沒有簽到大球星 算怎樣啊 OK 沒有啊 這個上次 之前 今天就說這些 好 那我們是不是去李斯特成 現在 繼續 無緣無故 玩這個模式 就送了一個 Fever Ultimate Team 去另一個模式的 東西給我 不理他 OK 今天 我是進攻中場 你今天叫我 今天練習 防守 怎樣 我們第一次來練習 沒錯 李斯特成的訓練場 這裡是 雲里亞里 真的看到 他是不是跟我合作 好像跟我合作 怎樣也好 另隊走了 Hunter Walker 去吧 這個是座膠 莫非另外這個 短頭髮 這個阿叔 來到大球會 他跟以前環境不一樣 新球員 就不要想著跟領隊 太多話說 你習慣見我 你來到大球隊 大球會 太聯賽了 你要準備好進步 這樣就開始了 Mr.Butler Butler 先生 1000%的努力 訓練的時候 好好認識你的隊友 我們需要球員之間有化學作用 15分鐘後 開始練習 你們要去換衣服 再像一個球員 不要像兩個男人的樣子 不會令你失望 只剩14分鐘 不要這麼多話說 阿Butler 好 我們換件漂亮的衣服 要去練 要去練防守 我們這樣 好啦 新人 這個不是華Dee 後面那個 一對一練習 我們要跟這些 這兩個是不是你認識整個球員 不好意思 我也不太熟 他是Lily 我是Toro 我是Hunter 我是Hunter 你們準備好上課沒有 好 我們 有能者居之 我們可以很囂張 或者你會在我身上學到東西 男人對小孩 男人對小孩 是不是這麼囂張 球員 我們可以做得好 怎樣 我們要扭球還是防守 OK 又是 對 根據我練習的成績 就會影響我們的能力 即是說 用他們 用他們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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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力量有 74 攻擊性 65 企圖 難致 6位1 飛鏟能力 54 我不是防守球員 所以能力低不出奇 中間就開始11 正選 右邊reserve 連後備都沒有 左邊 我現在是reserve 紅色衣服也算是這樣的 綠色衣服也算是這樣的 綠色衣服那些 就更慘 是後備 預備組 基本上 連後備都沒得做 好了 我要怎樣做 現在 Gar Manager Rating 我們訓練哪一樣東西 訓練防守 還是訓練 我們今天不是說 我們可以選擇的 嗯 Begin Training Quit Training Quit Training 還是這兩個東西都要做 意思是 對啊 兩個東西都要做 其實是 我們要練簡單防守 以及高速盤扭 嘩 這麼壓勻的 OK 簡單防守 單對單的防守 OK 就是這個 摘邊的 哥仔 單對單的防守 輕易 喂喂喂喂 回來回來回來 哎呀 不如起到腳 那我要主動一點才行 再來 喔喔喔 太過心急 再來 沒問題 沒問題 還有兩個 飛鏟 飛鏟都不用 啊 我沒有啊 我是不是要飛鏟的 其實 沒有說要飛鏟 OK 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就給你 我想說飛鏟已經太遲了 如何 A級成績 差點有6000分 然後呢 哇這個 Driple就難了 這些 逢親扭球的 訓練 在FIVA來說 我一向都玩得不太好 對 差點慢過 那個 要求的速度 差點出界 差點出界 糟 落後大使 落後大使 喔喔 推了出界 射完他 得C 慘了 都說扭球 哎呀 可以選擇Retry 剛才那裡 拿得不太高分 對了 一個A一個C 我是不是要轉做防守球員呢 這樣 Advanced 我仍然保持在 對 保持在濕 好像提高了一點點 喂 我們兄弟呢 啊 Gareth 是不是站在我右邊再右邊那個 哎呀 好像排得前過我 會不會讚我兩句 做得不錯 Alex Alexandre 那些什麼 或者新仔好運 這樣 看你教朋友多好啊 大家的關係好一點 就會踢得好一點 激怒人 扭得太好 我有份去pre-season-tour 季前的巡迴 那些表演賽 友誼賽 那些東西 好了 我們這樣就 沒有新消息 但是呢 我們今集 簡簡單 花了大部分時間 挑選球隊那裡 我不希望 這個系列 每一集可能 簡短一點 那些練習 但我們下次要小心一點 如果我們訓練 做得不好 應該retry 我應該可以做得好一點 但我看不像 他有得retry 所以一下子 就 繼續 我們下集回來 應該都會繼續 有些練習的東西 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有機會 真的踢球 或者這個時候 我應該去認識一下 李斯特成的球員 好啦 下一集回來再看看 我是不是真的可以 成為球星 啦